前面几年非常非常辛苦 我人生让人转变 因为我本来没有规划 我本来其实只是说 想回到台湾来 拿了个博士 基本上顺利应该就拿教职 从美国加州取得硕士学位 海归后继续攻堵博士 身为学霸的饶庆龄 怎么也没想到 会继承父亲一波 开启意料之外的人生 不过顶着父亲的光环 他也坦言确实有点辛苦 这个东西到底搞不清楚 我这时候连台东几个乡镇都不知道 但我应该要赶快去补足这一块 因为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 你没有充足的 你没有办法去做好 政治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第一任 四年都在补知识 身为正二代的饶庆龄 并不向父亲拥有政治热忱 甚至对于家乡的背景 一窍不通 让他自嘲第一场选举 还得归功于父亲 也让他意识到不足 开始情能捕捉 靠着一步步努力 从议员到当选台东守卫女议长 一路高升至台东县长 撕掉饶引起之女的标签 我觉得应该是最后一次连任 我觉得那一次简直是太有趣 就是 民众给我很大的信心 到我手上的事情 反正我手 必会更好 我觉得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对台东的承诺 从36岁踏入政坛将近20年的青春岁月 都奉献给了台东 饶庆龄从最初的政治小白 蜕变成了备受肯定的地方明代 但让他最骄傲的是选民们的信心 一路支持着他 回头再想 其实我们这个团队 有一件事我自己觉得蛮了不起的 就当别人觉得这是危机的时候 我们都把它变转机 我们这几年觉得还做得蛮开心的 从小至今受政治耳濡目染 即便未来交换后 这段与民并肩作战的日子 也将成为他人生中的辉煌时光 米视新闻李宇罕台东报导